等大家開一個revision 那在APAC那裡,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它開頭的單位是km per hour 那現在就要km per minute 那這裏呢一個hour 其實等於60個minute 那所以原本我們計算的就是 60km per 2 hours 那如果要變成minute的時候 我們有60km 是除2 那因為它minutes就是變成60分鐘 所以我們乘回60 那我單位就是in minutes 那所以最後我們找到的答案呢 就是0.5km per minute 然後到B part那裏 那它就是200個CD賣700元 那現在要知道每一個CD是多少錢 那你看到它$1在上面 所以我們又放700 在上面的 那下面呢就是那個Number CD 就是200 那就是700除200 那所以找到每隻CD其實是30 是3.5km的 對了,每3.5km就是一個VCD 那去到我們的CPark那裏 那C part那裏呢就是Extrange dollars 就是平時是唱錢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我們100港幣就是唱10個3歐的 那你看到我們上面是HKD 所以我們就要放HKD100 在上面 而下面它是要EUR dollars的 那所以我們EUR的10.3就放下面 那雖然呢 那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現在都是8點幾的 那我們計的時候 那就是100除10.3 那其實計出來呢就是9.71HKD 那就是9.71HKD 即是說呢 以前來講啦 要唱1元的歐羅 就要拿9.7的港幣去換啦 然後去到D part那裏 那你見到啦 那它就是Words Per Minutes 那你見到單位上面是Words 那我們呢 Words那裏就是315的 下面呢就是個Time 那就是7 那就是315除7 那我們計出來呢就是45個Words Per Minutes 那就是每一分鐘就可以打到45個字的 那而去到我們B part第二部分啦 那就是計算Ratio 那這個呢就是量度的長度單位 和重量的單位來的 和那個Volume 那第一個 我們就要看那個Ratio 30cm去1米的 那我們就要把那個米 1米 就把它變成是100cm 那所以 我們30cm去1米的時候 其實呢 是等於30除100 那因為大家都是cm 所以我們這個呢 其實可以eliminate了它 那其實就是3除10 就是比例呢就是3比10 那它有B part那裏 那就是3kg 到1500克 那上面呢3kg其實是3000克 那下面呢就是1500克 那下面呢就是1500克 所以呢其實就是2除1 那它就是2比1的比例 那它有C part那裏 那就是1.5L去300克 那1.5L其實是1500克 那下面就是300克 那下面就是300克 那看完這個了 那我們就再看回第三題 那它第三題這個呢就是Ratio 所以我們是1.5L去整個簡單的方法 那A part這裡 你見了嗎是A除B 其實是18除24的 那其實約選完之後呢 A除B呢 那其實就是A比B 那它就是3除4 那所以化選完之後呢 它就是3比4 去到B部分 A比B是6分1 再比3分3 這裡等於6分1 去除3分3 因為除變成是顛倒雙成 變成3和8 這個就是3分8 3分8是約數 約數是約2 約2只有3 所以最後A比B是4比9 去到C部分 C部分也是一樣 A比B等於0.24 比5分3 這裏有5分3 其實可以按機 按機出來是等於0.6 0.24比0.6 這裏寫好 其實就是24比6 然後再去24比6 所以我們約數 其實它是2分5 所以A比B等於2比5 而去到後面這個就是文字題 我們看到地圖的比例是1比200 大家留意地圖的比例是面積 即1cm等於200cm2 這裏寫好 它就說它看到長 還有 對不起 這個是直線 Cm和Cm比 它是長和寬 就是6和5 要找它真實的地圖是多少 用麥克風做單位 一開始我們知道 它一個就是6cm 那根據1比200的法則來講 那它6cm其實就是6乘200 那麼多個Cm 那就是說是1200個Cm 那1200Cm就是等於我們的12米 而另外去到這裏5個Cm 那就是5乘200 那麼多個Cm 然後去到後面 那就是說是1000個Cm 1000個Cm就是我們的10米 那它要找一個真實的Area 在一個Meter 那就是我們12個M 乘10個M 那其實就是120m2 所以它是真實的Size 就是120m2 而去到下面第5題 那又是對錢 那我剛才前面剛剛有說過 那它就是1個歐 對啦 1個EUR 是等於9.73HKD 那跟著 1個GBP 是等於14.6HKD 那我們要看看 EUR和GBP 那個比例是多少 那首先我們要看看 HKD 那它是1元 1元 就等於1-9.73HKD 那另外這個 又是一個GBP 那它又說了 是等於14.6HKD 那我們要看看14.6HKD 那我把這邊放回來看 14.6HKD 其實是等於14.6HKD 除9.73HKD 那麼多的EUR 那它大家都在14.6HKD 那所以呢 我們最後有一個GBP 其實是等於14.6HKD 去乘回1-9.73HKD 的EUR 那我一按機呢 就會知道 其實它就是1.505HKD 那我們要找100HKD 那就是乘回100HKD 那所以呢 我們100HKD 是等於呢 100HKD 去乘回1.505HKD 就找到它的歐是多少 那就是150HKD 大概150HKD 那跟著啦 我們就去到第六題 第六題這個講話 就是說 我們有三個人 上網時間分別是Ellen、Eric和Tom 我們就叫它做A、E、T 三個人 分別是15個Minute 45個Minute 和1個Hour 那就找回他們上網的Ratio是多少 那這裡唯一要轉就是Hour 那1個Hour 就是等於我們60個Minute 那所以 Alan、Alan、Eric和Tom的比例是15個 比45個 再比60個 那 簡化了 其實是1比3比4的 那 而這裡 去到我們的第七題了 那第七題 都是簡單的比例 我們就要找回 A比B比C的關係 那 現在知道了 1比A 就 A分1 和C分1 比呢 就是4比3 來的 那其實我們這裡 那 我們就可以 算 1除A 那這個顛倒回 C除1 就是等於4除3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呢 他C和A去比呢 就是4比3 那就是C比A 是等於4比3 那另外 我們看到他 A比C呢 就是 等於我們的 所以這個A比B來的 對啦 我們A比B呢 就是5比1 那跟著啦 我們看到了 那A比B 是5比1 那這裡呢 就把他寫出來先 C比A 4比3 跟著 A比B 就5比1 那其實看到啦 這裡呢 就是 那個倍數不同 所以我要令到他一樣 他乘5 他就乘5 這個 要乘3 那後面就乘3 所以 可以出來 這個 C比A 比B 其實呢 就是20 比15 再比3 那就寫好 A比B 比C 對啦 那就是15 比3 和比20 那就是 做完的了 那這裡就說了 一系列的 初中的複雜 Revision 就是關於Ratio的 對 一遍 這是 一遍 第二遍 又是 三遍 非常 過 一遍 兩遍 三遍 就是